君的存在我 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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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冬瓜 歡迎來到我的 三傻亂式模組生存 今天是第26集囉 那我們上一集 不是做的這個地下室嗎 非常夢幻淺藍色地下室 然後為什麼 我又把我的抽屜給拿出來呢 因為我還需要一些東西 所以我才把它拿出來喔 那冬瓜在私底下的時候 做了非常大的工程喔 因為怕錄影時間太長了 所以 冬瓜就先把空間挖一挖 那我們就先帶各位觀眾去看一下吧 從這個洞洞跳下去就對了 哈哈哈哈 跳囉 喔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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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拿下去的 還有什麼抽屜管理器啊 還有什麼壓縮抽屜啊 還有這個基礎抽屜啊 等一下又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這個壓縮抽屜有什麼功用 他比較難搞的東西就是火塞啦 要不其實還好 那冬瓜做的非常多 那我們就先把這些東西拿下去吧 不知道這樣還夠不夠用 因為底下的地下室真的超級大的 冬瓜可是挖了很久的時間在挖 抽屜管理器就不要放在竹箱裡面了 我們放在這邊啊 那這項還有 OK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 抽屜管理器拿出來 我們先放一放 就是冬瓜這邊做記號的地方 都是要放抽屜管理器 那抽屜管理器上次挖掃有科普說 放下去之後 左右 25格都可以收到 那冬瓜這邊的長啊 一定超過25歲 冬瓜就放3格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整齊啊 強迫症的朋友 我是不是很為你們著想呢 OK 先放一放 好大概放完是長這樣吧 我很怕涼灑進來之後找不到東西哦 算了 反正他們就自己慢慢找吧 他們要看我東西就慢慢找吧 好 那我們再把抽屜放一放吧 那冬瓜有規劃說就是 一邊放石頭跟礦物 然後還有木頭 怪物的東西跟其他物品哦 大概是這樣子放啦 我們先把一邊放滿好了 那這個地方 我再上去拿一下石頭啊 因為這個四個角是放不到那個 抽屜的啦 所以這四個角要把它補起來 然後其他地方全部放抽屜哦 哎呀 都會不小心放進去 可惡 然後再把那個叫啥 怎麼都是七屬抽屜 我要這個壓縮抽屜哦 壓縮抽屜拿起來 我看一下哦 從這邊下來 石頭應該是放在這一區吧 這樣比較近哦 這就放礦物好了 這邊 這個角角不要哦 把它堵起來 放多少 放一半嗎 嗯 放一半好了 因為礦物其實蠻多的哦 如果放這個石頭進去呢 哎不行耶 還要放礦物才行 那這個抽屜非常好用哦 等一下給各位觀眾看一下 它到底多好用哦 鋼錠也可以哦 我們把鋼錠放進去 你們會看到非常神奇的事情發生哦 你看 它可以直接拿鋼粒耶 是不是超棒的 超級方便的呢 所以 冬瓜就把它放這樣一排 全部放礦物的地方 然後這邊 一樣全部給它放這個 基礎抽屜吧 那我冬瓜抽屜 做了非常多哦 所以一定會多是很正常的 不知道這個 哎 這個倉庫 需要多少 所以冬瓜就 大量做 反正這些用不完的東西 也可以給另外兩撒用啦 好啦 那我們就趕緊趕快放一放吧 哈哈 放兩層 我的天啊 這這麼大的空間 我就不相信我不夠放 好了 一樓都放完了 各位觀眾是不是很壯觀 哈哈哈哈 冬瓜中藥鋪要開張了 你們知道嗎 我這樣子也不知道 我讓東西放進去之後 我找不找得到 哈哈 這優點太多了耶 說真的這樣子 真的是有點太多了 結果我的抽屜好像真的做太多了 哈哈哈哈 好的 各位觀眾我全部都放完了 然後 這些東西冬瓜在自己私底下整理啦 那不然我用它錄超久的 那我們就先把抽屜都收起來吧 抽屜用不到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拿一堆 這個蜜木頭 還有這個極光石 還好我在直播的時候 挖這個挖特多的喔 要不然真的會不夠呢 我們順便把天花板給裝飾起來 才不會這麼醜 那我們這個極光石就 給它多合一點吧 好那我們再下去 那這上面冬瓜已經先鋪了一層 極光石磚了嘛 然後這個地方 冬瓜再把它多鋪出來 這樣一格 把它延伸出來喔 兩格應該夠吧 還是三格 嗯 三格好了 隨意啦 哎呀 我也不知道我要多少 三格 嗯 三格 好 然後再用這個 蜜木板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拿階梯出來 合個階梯啊 這個 然後這個地方 全部把它鋪起來 好 好 樓梯有夠難蓋的 不是我在說 啊 就蓋錯 OK 然後這邊看起來像凸幾格出來 一 二 三 四 四 四格出來 一樣的感覺 在上面鋪 好 蜜木板 好 先鋪個一圈 好 鋪個一圈之後再用建築法杖把它弄出來 建築法杖真的超好用的耶 三格 這樣看起來才不會這麼的方正啦在這個地下室 不要有層次感 誒層次感很重要 OK 然後再去做一些 蜜木樓梯 拿再圍個一圈 喔 我的天 這個階梯有沒有比較蓋比較快的方式啊 這樣子一格一格真的是 很久呢 雖然我已經會飛了 你知道嗎 我還想要更快一點喔 就跟那個 Moto Hayaku 還要再快一點喔 其實這個時候應該要來個片生魔術有沒有 然後來變個小小隻的然後進去一面採螢光球 哈囉 這隻夠小的吧 這樣應該可以採螢光球對不對 呵 這樣也可以採 做壞了是不是 不過變身模組真的是蠻方便的啦 這樣也可以 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出去囉 就蓋起來 就變身模組的時候 它螢光球會狂採耶 先把這個螢光球打掉 因為等一下蓋的時候才不用邊蓋邊打螢光球 說真的 有點壯觀了 呵呵呵 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好像有點壯觀耶 哇 這樣子真的有點大 我東西我自己找得到嗎 OK 我們完工 然後我們還要做一件事情喔 就是 因為要方便量灑下來嘛 所以我要坐電梯喔 那我們就馬上來準備吧 來 我看一下電梯需要什麼 它要石頭跟鐵錠 來 電梯 要幾個啊 電梯我記得九個就好了吧 123456789 然後再做 模塊喔 這個模塊要幾個啊 做 10個好了 啊 就多做一點好了 最後10個 反正之後可以用 然後這個連接設備一個就好了 先從這邊開始設定吧 來 我們先把我們的秘木板放上去喔 然後來放電梯控制方塊 放在哪裡比較不會佔空間 放在這裡好了 然後這個就把它挖掉 再見了 陪伴已久的階梯 幾格 角落 這個角落 跟 這個角落 製作電梯 喔有電梯了 然後 點一下 這邊是 有有附的耶 嘿嘿 那這邊是附地下一樓吧 欸 是不是要綁定電梯 綁定 喔還要綁定 附地下一樓 喔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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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去這邊 這邊放 放在這裡 可以把它敲掉了吧 這邊 那這邊設定 一樓吧 那設定為一樓 哎呀 飛起來好難按啊 設定一樓 對 為什麼不會上來 欸 一樓 一樓 欸 不能用是不是 呃 好喔 模具先換個位置 換這邊 然後 按一下 噢 上去了上去了 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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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瞳是不是 對 對這個 對不準耶 奇怪耶 我去放一下 河某的影片喔 看了一下 怎麼取消綁定 原來要木棒喔 我的媽媽咪啊 為什麼他要木棒啊 奇怪 蹲下右鍵 管我 這樣子到底對不對啊 哈哈 對了對囉 喔就是這樣子 沒錯 啊真的是很雷耶 呵呵呵呵呵 然後我在底下放那個方塊 每層樓都放一個 然後這邊是第三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要來改造我們這個 終界箱的這個東西啦 我想把它搬到底下去喔 每次丟東西的時候 它總是吸的特別慢喔 所以我想要 讓它變快一點 我們要拿一些堆疊升級 把它蓋在有點中間的地方 然後背後 全部連起來 放個終界箱 然後這邊先把它拆掉 物品傳輸把它弄起來 這樣子把它用起來應該會吸得比較快吧 我也不知道耶 好幾個面這樣子下去吸應該會比較快 然後每個面都給它放一個堆疊升級 然後我是不知道這樣子有沒有吸得比較快啦 反正我們就繼續看吧 然後再把它全部接起來 這好像什麼特殊核心一樣有沒有 然後再用東西把它圍起來吧 我們先來試試看這樣子吸有沒有比較快 來我們全部把它丟到冬界袋裡面 看看它吸得怎麼樣 哇 有快喔 各位觀眾 哈哈哈哈 有快耶 太爽了吧 有進來有進來 好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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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好 因為我在弄的時候它就慢慢吸 我覺得它弄很久喔 有點受不了 再把它丟進來 狂吸猛吸 喔水啦 這樣子我就可以直接把東西丟上 丟在裡面 然後我直接在裡面拿齁 喔這樣好快喔 嗯這樣好像一個古代遺跡有沒有 哈哈哈哈露出三個按鈕 好啦那冬瓜今天這一集把這個倉庫全部弄完了嘛 然後還改善了這個中介箱的效率 然後順便把電梯全部做好了 好那我們就差不多來做結尾囉 好囉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點下喜歡 如果還要繼續追蹤我後續動態的話請幫我點下訂閱阿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想要讓更多人看到冬瓜的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冬瓜分享 還有什麼建議或是想法的話請在下方留言 或是知道粉絲段的資訊我都可以唷 我再看不一定回覆唷 那我們就一直留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補 各位觀眾你看我把前面都清空了 唯獨留下罐罐的骨頭跟我相陪唷